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能被捧为媚戏神座 故事讲的是男主接神孝介 暑假回到已故母亲的老家 遇奈神村 住在美貌树母家 还有个可爱的表妹 严永祥子 说到这里 估计对纯拔套路很熟悉的老四批们 一经可以编好下面的故事 白灼村 黄毛 尾座村民 在家树母 表妹 十妹 这些元素一凑齐 熟悉本频道的老观众就能猜到 这分可就不会低了呀 然而本作并没有这么发展 村民和善淳朴 家人朋友 有爱互助 这么说 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松了一口气 还是非常失望 回村以后的男主 每天平静地生活 和各位女主大情骂俏 消磨着悠长假期 但是不和谐的怪事也频频发生 比如山里总是遇到 散发着腐臭味道的怪物 和不明所谓的青涩石头碎片 联想起村子里流传了很久的 天女与一的传说 男主试图追寻 这一切背后的真相 作为一个和民俗挂钩的 乡村爱情题材作品 本片和袁之空的第一感觉 有点类似 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怀旧氛围做得很到位 但是相比于 袁之空 媚婆这些同类作品 我喜欢本作故事里的优点 却更多一点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本作里的兄妹关系处理的 不温不火 非常正常 要知道 在一般的媚戏作品里 要么是媚各种甜腻倒贴 要么是一开始的冷脸敌视找茬 极少见有这种正常相处 平反感十足 开局的兄妹情谊 杀酒耶对哥哥也会吐槽 也会开玩笑 但都控制在一个温情默默的 家人框架内 这样舒适的相处之道 那种真正家人的依靠和亲切感 油然而生 这个角色塑造的相当建功力 与之相对应的 本作的日常叙事方式 异常的日常 解释起来就是不搞怪 不脱线 就是平常所示的碎碎念 非常契合乡村的清新自然之风 甚至包括福利都显得比较清淡 那么副作用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本作其实全线通下来 时间还是挺久的 在这么长的天赋里 这样的日常肯定会很多人觉得有点无聊 虽然加上了民俗传说的一点点悬疑感 但是总体也起不到加快节奏的作用 而实话说 这传说本身也并不很吸引人 这并不吸引人 倒并不是说玩家对传说背后的故事 比如怪物的来历 不老不死之药到底是什么不感兴趣 而是叙述的方式有问题 有的女主线里会勾起一点这方面的交代 有的则干脆完全没有 这种纯粹看心情的交代手法 让玩家获取关键信息的点变得完全随机 那么兴趣自然就不可避免地逐渐被消磨殆尽 但即便有这些缺点住在乡村里和各路美女 大情骂俏 这种温柔乡 每个玩家想必都无法拒绝 这简直是乐不思蜀好挖 很多不经意的小玩笑非常有趣 比如和一缕波的电话诈骗桥段 我喜欢这种不唐突的温情氛围 本作的攻略线路异常清晰 系统线路图一目了然非常友好 不用攻略也可以毫不费力的顺利通关 可攻略的七位女主理 男护猪鹰 梅里和杀质子 这三条线基本都是充滑肥松的 主要戏份还是另外四位 但即便如此 男护猪鹰和梅里这两条短线 还是给了我非常美好的恋爱体验 脱离了民俗的枷锁 就是最普通的恋爱家常感 在情道浓时戛然而止 反倒是回味深长 综上所述 黄昏的禁忌之药 我给82分 一个叙事平时不浮夸 融合民俗传说背景的乡村恋爱佳作 推荐给对妹戏情有独钟的玩家 杀九夜这个石妹形象塑造的非常棒 在其他女主线里 我们已经对杀九夜充满了期待 把妹线放到最后 奔赴大结局的动力 还是很强大的 悠长的假期 让玩家有足够的时间培养感情 产生循序渐进的恋爱感 必然是水到渠成 宁静美丽的乡村 伴随着黄昏的鸟叫 夜间的虫鸣 牵着心爱女孩的手漫步 总是能得到周围所有人 友善的祝福和热情的招呼 这份浓浓的人情味让人欣喜和沉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份意境也不过如此吧 最后提醒下各位玩家 一定要多去看树状图 因为随着剧情发展会解锁很多剧本 尤其红色的F剧本一定要授权 不然不少CG你会错过 这里面包括美貌书母哟 进入T1的前提也在这里 全通女主线路以后 这四个剧本一定要看过 才会有最终路径出现 大家千万留意 往期本频道所有视频 评分统计表在我的同台制定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个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